只要你能够在这样的比赛里还能够认真解说下去的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它不是经常解说比赛的解说 第二种就直接放在这边让你看 跟你开玩笑 我也能看下去 这场比赛我先看一下对面有没有化生死 现在你带速迪化生你不管是对面是双风阵型还是点杀阵型 化生死基本上是必带位置 还是跟上场一样 我们先找好对面是哪个 哪个位置是化生死 小大堂笑得多是为了控野兽 这个位置是化生啊 这个位置是化生死 太早也不行啊 三回合观察方在利用善恶 点一下对面的163 把神木灵的163先打出来 这么厉害的 第一个回合防大堂 第二个回合防神木都防到了 有点水卷 顶了一口大金 人防御 163还没有被打出来 对面的智慧还定了一口大金 这应该是跟鱼岛这边打了很多场 把鱼岛的智慧的点杀流摸透了 百足防御姿态 观察方用大爪子补 肉压没有补死 对面第一次163都还没有触犯 防点下防得非常的好 也不见不见得是亏平兄弟啊 因为鱼岛每一场比赛都是这么打的 他在早期用三个开 他不可能不点 你防大堂吧 观察方马上就退回去点神木 是有预判到的可能性的 但是鱼岛的三个宝宝太凶 完全不讲道理 大量的大金顶给神木 神木灵依然是残血的 但至少他没有死 而且兄弟们 下一个朋友对面如果有卡速宝宝 神木灵防盗的情况下 他可以反点杀了 把观察方大可不必给他干掉 然后再轻善恶 落雨金钱砸不死 163刚刚才出来 带瓜还不错 退回来马上就给大堂起杜竭 刚刚说的有一些危险的可能性 用杜竭保一下 以防对面的反攻 比赛第五个回合 防点防的不错 人物的血线全部卡门 恭喜路人才哥 这套比赛 观察方算是碰到了一个 比较熟悉自己的对手 只是不知道他熟悉的是 以前的遇到点杀流 还是现在的遇到点杀流 如果是现在的话 你得考虑一下这个化生死 怎么样才能够不死 唯一的奶妈 倒地对于比赛影响太大 当比赛对面女儿 却还没有医塑 所以观察方估计会 永远选择点掉对面的一个输出位 紧跟着偷化生死去 所以他这样的打法 打多了以后 以后大家对于雨倒的点杀流 碰到雨倒的点杀流 他对于自己化生死的保护 可能会保护得更加的好 不会轻易让自己的化生死 倒地 好 观察方再点 七个回合观察方 应该是点杀了三次还是四次 财哥660转过去了 看一下收到没有啊 但是你面对雨倒的这封高质量宝宝 你防点是可以的 但你防点的时候还得 把这拨宝宝给清掉 九手必尸 而且你毕竟防的是两个位置 你不知道观察方到底是点神木灵 还是点大腾 发生死可以立指人了 真的可以立盾了 神木灵秒出去 秒化生死的数据 就是比别的位置要高一些 比同样有法防的位置 秒化生就是要更疼一些 这个高科技 我估计还有很多队伍不知道 你说哪天他如果在五神坛上这样打 会不会一举成名呢 因为女儿称的水风 导致观察方小死亡挂不出去 通化生了 来了来了来了 才九回合 起光会不好使 不过这把小死亡被对付了 有点难受啊 指挥你确定吧 还好观察方立批是怼神木灵去的 吓我一跳啊 这把要是屁话生死 对面被指挥 要么就是亏贫 要么就是封神了 打消了我们的疑虑 小死亡被控 没有挂出去 神木灵的163应该被打干净了 墨雨金钱配合砸死 没有163了 两个位置倒地都没有小死亡 观察方不能急 如果有位置起来 观察方再挂小死亡就行了 欢迎8926 宝宝宝质量上对面跟观察方应该是有差距的 就因人物现在防点防得好 导致观察方十个回合之内 没有占据很大的比赛优势 但是宝宝质量的一个差距 导致观察方即使大头光斧被切死了 还永远具备着点杀的能力 和看面伤的能力 我只能说对面指挥应该非常的了解鱼岛 非常非常的了解 把鱼岛的打法给摸透了 也可以说对面打的相对较为求稳吧 比赛第一是一个回合 时间过得真快 雪山这边的比赛我是切进去了呢 哥哥们 我想让他们子弹先飞一会儿 我估计是不下于四十个回合的 讲道理 让他们子弹先飞一会儿 在某一些特定的时候 特定的情况下 我们切进去看 这毕竟只是建卫天下 也没有那个价值呀 这排宝宝在啊 对于对面的损伤是很大的 这边他现在整场比赛的选择是防点杀 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来压一下大腾 这边没有紫禁城吧 关键方这边是鱼岛的 我们看到乐哥的化生寺就以为是紫禁城的了 这个化生寺已经转到了 转到了鱼岛 而且后面都会在鱼岛打比赛 没有紫禁城 对面是谁 我还真不清楚 阮方不用地听啊 就是排善恶在身上 大方光复其实点化生都不需要横扫 给这点零元的断穹巨剑就够了 女儿命中率高起来 考证封印 阮方射魂给化生 OK的 用断穹巨剑加上金鸡五 化生寺应该就死了 阮方化生寺还在跑队友 殊不知自己已经很危险了 给你来一个 关键方别扫 扫了没有扫出去 他能金甲四千 这把没有法金甲的话 化生寺单蛇牧林就可以补死 然后香热宝宝 香热的数据跟那个 龙三位的数据差很多 点了一口大金 这个我对面是没有防盗点下的 组战方的点下绝对出其不意 只是因为物理的速度丢失 导致横扫没有出来 其实这么一必要 你要相信自己龙三位的能力 就一个小剑配合金鸡五 就已经足以要化生寺倒地 五龙丹先解 对面怕了 化生寺一死 对比赛影响太大 磕一磕五龙丹 走一口缠住 如果比赛往后拖 兄弟们 对面能把香热宝宝清掉 也能够像现在这样防点 都能够防到 不被带走 那么比赛对面就会打出机会来 关键方秒化生寺五千 看秒别的位置没有这么疼 我看过八段速迪化生寺的一个介绍 它好像是总共加16% 还是12%的发生 就是打化生寺的一个疼痛感 多加12%还是16% 实战效果感觉不止加了12%到16% 雪山皇宫是没有别的解说 给你们正经才解说了吗 讲道理应该打到中断了 你们都应该有看到正经解说 才解说才对 还是说他们也是一样 天上去比赛就在这边聊天了呢 如果是我我也会的 咱们看看就行了 两会天 如果你们想要看也可以 因为我切进去了 等到比赛的差不多零界点了 我们看一会儿吧 这样你们能看出来比赛的胜数就行了 好 说今天也比赛的胜数就有没有 不过这场比赛对战方那边的点杀防都非常的好 否则早就结束了兄弟们 上一场那个对手硬件可能比对面还要好一些 关键方直接速推了 这场关键方可能还需要用到地厅 因为他切化生死切不进去 不让你们发现没有 他没有切进去化生死的能力 你切不进去化生死 点杀流的清场能力就需要用地厅来配合了 是不是这么亮 你得切进去化生才行 打过那方疯化兽 对面就一个残血位置 现在化生死被封 影响还是不大的 原来对面不是啊兄弟们 对面不是怎么讲的 就不是不是说你去点杀的时候 对面才防点杀什么的 所以你们看到他防的好 但这时候他不点杀的话 对面也会防 譬如说当前这颗五龙丹 他也未给了大唐防关键方的小死亡 如果关键方真的点大唐 那这颗小死亡又是神来之笔了 这颗五龙丹解小死 也就是说时刻时刻都提心吊带 一直在想着关键方的点杀 一直在防守着关键方这边的点杀 九首必师 对面的地府也得用出来 招比赛对面地府的灵源 应该是没有机会用的兄弟们 所以暂时灵源是满的 24个会话 对面地府会有双灵源 三灵源 所以你得把这个地府用起来 用不起来点杀 配合不到小死亡 命中率不够 或者说是你自己没有去悬挂 对面都没有操作空间 打的还是比较轻松 兄弟们 我们下一场找一下 羽岛对手比较强的比赛吧 因为他比赛很多 反正看不完 找我们认为比较强的队伍 能跟关键方稍微较量一下的队伍 来进行观看 这样你们看起来会更加有意思 今天是星期一兄弟们 今天晚上有最新的建会 所以 这边的这波建会 我可以毫不保留的全部把它给剥掉 一场不剩 全魔龙空是吗 全魔龙空的比赛 该看的我们应该都看了 他这个队伍的点杀流跟 平常的点杀流是不一样的 五龙空 现在你上五龙空 一个龙汉冰冬就把你给玩死了 五龙空应该是不存在的 想多了 哥 现在你看五龙空 真的点杀流就可以把你给玩死了 想都别想 对面照地厅 还行啊 能把地厅叫出来 不知道是哪个服务器的指挥 其实一个指挥啊 他能够把一个服务器的打法研究透 他打 其他服务器的时候 也可以研究透 随着硬件的提升 他的成绩就能起来 当前关键方就把杜杰精生 把对面的点杀给防到了 大方速度还没有 关键方大方快 五个势头应的比赛以前有吗 有 五个势头应的比赛以前是有的 现在没有 比赛第二十三回合 五个龙宫的比赛以前也有 五个势头应的比赛以前也有 都有 反应屋檐下有条虫 关键方双地厅登场 这是鱼岛的速敌化身寺的化身 的神木灵 打出来的最新点杀流箭会 是真的很不错 兄弟们这条 这套打反 我感觉 不管是啥阵型啊 你包括212阵型 你的化身寺也站不住脚 你化身寺只要在鱼岛 在对手面前站不住 作为主奶妈你站不住脚 崩盘是很快的一件事情 好对面还有死亡普度会玩 这个死亡只拉起来两个位置 拉起来给关键方递听秀数据吗 这女儿穿的血条好多啊 活了一万两千多 发现她的血条还没有满 你们如果有跟鱼岛打 现在一定要小心啊 小心关键方的黑科技 非常的骚 神武灵163补带 去带速敌化相似 风骚到极限的战术 速敌蛮有用 但是现在别的服务器都还没有用 你速敌 如果你带速敌女儿生 完了 我们给你带路